最近这两天石家庄这边咱们的哥棚赛哥棚在教练的强烈建议之下 做了比较大程度的改造 每年都要改 不改的话老觉得 老觉得今年飞不了冠军 就是因为哥棚没有改造 2022年因为运气 然后500公里飞了一个冠军 看看2023年 这个哥棚不能够再次给一些运气 这块的网片改过了 以前是这样的大的网环 现在改成这种细的了 这种麻雀进不去 然后再看一下 这个门做了一样这样的调整 就是当我在里面的时候被插上了 那么我可以去撑一下这个绳 往这边一拽 那么就开开了 那么里面也是一个道理 当人在外面的时候 里面被插上了 那么我也可以通过外面这个绳 往那边一拽 然后就开开了 因为我还有教练 我朋友来了之后 经常会出现 就是有的人在里面被锁上 或者有人在外面 然后锁上进不来的这种情况 然后经过这样的设计 这样的设计 看一下 这样的设计 就避免了这个问题 然后再往里走 整个的走廊 以前是地网 然后现在完全铺上了木地板 两侧呢 以前是 这块是有那个铁皮板子挡住的 以前是没有这样的推拉门的 现在把铁皮板子完全挪掉了 就是完全是推拉 推拉门的这样一个状态 这边也一样 很 这样呢 感觉哥们很货量 很舒服 到这边 然后看后面 大窗户开上了 以前那个窗户很小 这边也是 这种窗户开的还是挺好的 这风呼呼的 然后这玩儿呢 还可以把这边一拽 这个木板子往这边一挪 就把这块整整挡住了 然后里面也完全是木地板 然后咱们这做了一个比较先进的 大家可能不知道这是啥 就这个玩儿 这个板子 下面看到吧 是有缝的 它是斜着的 缝这个里面呢 是有地网的 地网是空着的 这样的话 鸽子有一些粉尘什么的 一呼扇就会呼扇到 这个斜着的这个板子下面去 然后就会在里面了 然后但是呢 它不会往上反 这样也是跟欧洲学的 现在咱们小鸽子都已经下窝了 然后在这边 有一些谱环 也有一些特比环 咱们也打鸡养盆的 交工盆的都有